人家說 僑居會擺下海 這是台灣修法這樣做 不正常人家說當事 這上面是一個人家非白的公法 所以第二處的那個 阿元他也說 沒有聽來 聽來 聽來 你寫在FB上頭 現在大家是當做一件事 所以是不是有這筆錢 這是一回事 韓國瑜已經說了 有我死針 女兒是這樣 君主委員一定同樣的標準 有我死針 請到你貼我一樣 你說要聽五人的人 我說紅旗槍 結果我死針 你走 今天如果是有 韓國瑜沒有死針 他最後就像我這樣說成長這樣 你就有一次人要告訴我 這是很嚴重的 對一個政治人物來說 這是人家的謀殺 所以韓國瑜第一時間就跟你說沒有這個情形 你如果說 高雄市的東部 我是不知道 我等一下寄一個禮給你聽 我台南市東部 近年 近年 我台南市另外是比高雄市比較少 我一年要負責 想救要差不多一千八百萬 一千八百萬 一千八百萬 會費用 薪水 勞監補 多重費用 都要去做 中央東部 每一個官司中 跟我們富兩的人 一個孫技長 跟一個一座總幹事 這兩個薪水是中央府 所有的都要我們去做 你如果董主席 他如果比較冷 他去接 先說我拿你接 我是沒有 你都自己接 因為我去年是扮無犯 無犯我就請他們來演講 請我請彥秀 弘偉的名嘴 講話 下去演講 讓大家聽 他們就一個人一萬 去年感謝台南市有很多好朋友 有四百七十幾個人 來給我買一張一萬的餐廳 所以他們來參加這個餐廳 我一定沒有差不多五百萬 五百萬我就要 拿去支付東部應用 這樣也不夠 台南市這裡議員 議員是不一定 還沒有法則 我們台南市議員 一個人給我五十萬 五十萬給東部 今年 今年 拜託一下 今年要買 這是這樣 因為我也是議員 所以他們大家知道 看這個東部很辛苦 所以大家這樣幫忙 要去傾這些錢 這不是雙擊費用 這是在東部只發薪水 我高雄市東部 比我台南市整個都更多 他怎麼去應付 但你要控制這個時候 他說第一 現在韓國瑜也開一條路出來 請阿倫多欠一下 大家朋友可以再做 因為說不對 面對多欠 我聽來的 不是這樣 我有在處 可以求證 如果沒有這種嚴重的支控 你說已經支控了 他說那是聽來的 我慶祭公公的 你們要當作真的 這上海已經做成 這對一個政治人物 當然是 人家說 創政院什麼案件 我們也說 你們外面聽的不是這樣 我們還會幫你揹 就說 不是你們聽的這樣 你們不要再好做 看一個鏡子就生一個鏡子 對不對 看到黑鏡子就要開槍 這社會現在是這樣 所以對著韓國瑜 沒有當作人都在攝影 可能當作人沒有攝影 你其他八台的 不是像我們這台在分析 解釋給你聽 八台的是說 你看以前說這樣 今天說不是這樣 就頭後面 把你揹頭揹起來 頭尾跟你揹起來 說你看 一改變功法 這看多惡実就好了 這就到了 剛才青春白白薄 要把他們捏到黑的一樣 所以大家心頭要聊 經常面對這個事情 改靈翻輸黑靈靈 這個時候 今天韓國瑜已經說了 我小開出來就是 只要2900幾萬 只要2900幾萬 我開一億1400幾萬 春的錢就是三個月結餘款 包括他後面還有一條補助犯 像我們開開的不夠 不夠 我們就不夠 我們就補 有夠 結餘款 你就要補 也是補 這真清楚 你如果說補 這樣就變法 剛才說的就變法有問題 這就是對一個人 是多年最少 所以不怪 只有這個 FB出來 你覺得我給我這幾個月 我人家我兩禮禮不來 好像電話 都破了幾個月 好像服務處 好像電話 我現在說給你聽 韓國瑜已經說了 我現在說給你聽 韓國瑜已經說了 沒有這個事情 有 我實質 請阿倫 就欠一個大家朋友 因為你聽人說 聽人說有很多版本 又求情一遍 應該是要做一個修索 我說你之前怎麼修索 人也不會幫你修索 很簡單 你如果去全體白帶的 我跟你說 很嚴重 你看那個沒有 還正你沒有 你看看 那樂是很困難的 你待會轉過隔壁台看 你就知道 所以不可以轉 繼續聽這裡 不然你看那台 你都說謊對 去背望就慘了 所以很清楚 韓國瑜說我沒有 有 我市長是一切 希望大家 鄉親看 這種的出風不可定 出風不可定 因為你風聲蜂蜂蜂 抹殺一個人的靈驅 這下去 這比 民進黨在選 丹基麥在選的時候 我也還沒用這個手段對付他 蔡英文在選 哪一千條在選 我也還沒用這樣 用合作 因為這合作下去 這還是一個人心白明烈 相對的 人現在對手已經說沒有 有什麼事 這個力量的環境回到 蔡英文在選擇 所以我認為說 應該是隔一段落的時候 重心扎證一下 沒有這個事情 適應應的對不對 森林打鼓優勢車 腳步打差什麼 一句就欠 抱歉 有一個朋友知道 一開始他選 沒有人看好他 所以那捐款一定很少 然後等到 你想看這個捐款趨勢是不是 10月26 照日期排列 10月26那個鳳山那一堂起來之後 那個捐款就開始會多了 因為人工就很細 企業也是一樣 可是韓市長很笨 他11月8號就把帳戶給關了 這怎麼可以關 應該還有兩個多禮拜 可以去募款的 可是他把這個帳戶給關了 這當然就是他要去展現一個態度 這個跟柯文哲 上次選舉的時候也是一樣 2014柯文哲選的時候 他也覺得 那時候姚立民覺得錢夠了 他們就把帳戶給關了 所以對這個4千萬各位前輩 剛剛前面講的 我都沒有意見 我講到這個是我們社會新聞常做 就是以送指棒 今天韓市長講說 以後如果還這樣謀會的話 我就要提出告訴 愛與包容這句就要收回來 但是以送指棒 在我們的社會新聞裡面 他只有展現一個態度而已 但效果非常有限 就是你去告 譬如說你現在去告蔡政員 等到他官司定業之後 總統選舉已經選完了 所以基本上這個以送指棒是 沒什麼流用 要展現一個態度 但是沒用 我講一下蔡政員的社會新聞 因為他跟他本人跟他太太 還有他岳父 這個東西 因為李燕修委員在我壓力就很大 因為其實李委員 李委員很早以前就要選立委 他是承認一次給蔡政員 我說這個我都要承認 李委員可以幫我作證 蔡政員你自己心裡有所 他本人跟他媽 他太太前陣又生小孩 還有他的岳父 通通都有刑案 而且被限制出境 他的民事的部分 他被判賠一億七千萬 一億七千萬 那不知道怎麼賠 所以大家了解 蔡政員他自己也嗆說 他跟郭台祥有恩怨 那是因為這個忠贏的案子 郭台祥是郭台銘的弟弟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觀眾朋友你可以了解 我為什麼要去鋪陳這個社會新聞 就是說蔡政員為什麼要去咬韓國瑜 蔡政員是普通的 他是行家 他是老江湖 他在政筆 無政筆 老手 他明明知道說 我來賺一個四千萬 韓國瑜你十幾抓不去的 你韓國瑜你一定中傷 不管你在開再多的記者會 不管你在江湖 你一定會受傷的 問題是蔡政員 他也不是隨便出手的人 蔡政員為什麼要去鋪韓國瑜四千萬 而且這在郭台銘參選之後 李嘉芬講開槍之後 韓國瑜發五點聲明之後 明顯那時候的氛圍 就是對韓國瑜很不利的時候 你又去補一刀 就是趁你病要你命 蔡政員不會隨便出手的 我請問你 誰在蔡政員背後慫恿他 你會叫他上班 你去寫個臉書寫個臉書 根本沒這回事 你去查 那四千萬出來 韓國瑜都知道 都沒算 韓國瑜講你有四千萬 你證據拿出來 我就不要幹了 我高雄市場就遲了 他高雄市場遲了 他怎麼可能選總統 就沒有了 你應該是一次把他 手起刀落把韓國瑜結束掉 沒有 沒有這回事 如果有蔡政員早就拿出來 所以觀眾朋友你要想說 誰在蔡政員後面幫他塞人 這也是重點 你就要我去告蔡政員 蔡政員道歉 蔡政員昨天還去幫他站台 你也好了 蔡政員就是痞痞 我就死豬不怕熱水燙 我就理會也沒湯匙 冠西一大堆我在插入 重點不在蔡政員 所以觀眾朋友 不要被蔡政員給蒙蔽了 重點是蔡政員後面的那個人 那個集團 那個勢力 我要趁你韓國瑜吐出來的時候 用牙籤 現在已經不是牙籤了 那是誰 就問題來了 你講了那麼多問題 誰能夠叫得動蔡政員 你要叫蔡政員 蔡政員這幾天 也被韓本修理得夠慘 臉書把他洗版什麼的 問題是蔡政員 為什麼要做這種事情 所以主席我的結論是這樣 就是說 現在要團結國民黨的人 不是別人 是韓國瑜 要去負責團結國民黨 我對明天的吳韓會跟馬韓會 我是有高度的期待 為什麼 因為你要選總統 你的民調是 待會兒我們談民調就說 我會補中民調就說 其實這個 剛剛講了一陣子的內訌之後 韓國瑜跟郭台的民調 都往下掉 這個我待會會說明 這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兩個兄弟打來打去 兩個都中兇 在後面 幕後塞人那的人 要看 炒老半天 像兩個都不好 一個掉5% 一個掉10% 平均來講 一個掉5% 掉10%在幹嘛 然後看到民調之後想說 那我們是不是不要再打了 讓明天的吳韓會跟馬韓會 能夠破冰跟和解